10岁男孩身高1米3,体重却有180斤 食欲惊人,胃口极大,体重一路飙升 减肥多辛苦,自有肥胖之 导致他肥胖的原因是什么? 最终他能否抵制诱惑,减肥成功呢? 敬请关注小胖减肥剂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讲述今天的故事前,我们先来看两张照片 这张照片上的小男孩可爱,帅气 而这张照片上的男孩却显得肥胖臃肿 这两个人的长相相差太远了 谁能想象得到这是同一个孩子呢? 这个小男孩叫徐周磊,年成小胖,今年11岁 来自江西省丰城市的农村 这徐周磊的身材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他到底经历过什么呢? 他这样肥胖的身体能瘦下去吗? 要说清楚这些啊,咱们还得先从一条新闻开始说起 晚上八点,一位哭泣的小男孩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他是谁?他怎么会一个人在火车站呢? 你怎么来的? 做火车 做火车来的? 这两个是水秀你来的? 对 爸爸 这位男孩就是徐周磊 他为什么会被家人送到火车站 并且身上还有殴打的伤痕呢? 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 徐周磊连夜被送回了家 为什么一个年纪小小的孩子 会流落在离家60公里外的南昌火车站呢? 看来儿子被爸爸打是确有此事 那爸爸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下狠手呢? 原来是偷吃东西 看看眼前的徐周磊 10岁 身高1米3 体重却达180斤 而同龄的孩子 体重也就60来斤 足足超重了120斤 因为这肥胖的身体 别人都叫他小胖 人家唯一的爱好 就是一个字 吃 一桌子的菜 五碗饭 一个人全部吃掉 不管什么菜 吃到人家嘴里 那就一个字 香 像小胖一样 近几年我国青少年肥胖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 据统计 100个男生中就有8个超重 5个肥胖 100个女生中就有7个超重 2个肥胖 那怎样才能算出体重是超重了 还是肥胖呢? 所以像小胖这样 体重明显是肥胖了 可是看他小时候的照片 也不胖啊 那他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呢? 我们也电话采访了小胖的妈妈 徐春秀 吃出来的肥胖 他小胖很漂亮 他家一个女孩子 所以很多人喜欢他 喜欢他去买东西给他吃 吃得破掉了 他那个肥胖的 当时家人也没在意 孩子爱吃嘛 也不是啥坏事 可就在小胖三岁的时候 一次出游回来 家人突然发现坏了 在这海岚一个月长了酒精 后来一下就忽客休斯了 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后面一句 就是包括呢 可能是饮食上 这个高热量 高脂肪食物吃的还是太多 可能活动量还是少了 医生也建议如果小胖的家人 此时能及时控制孩子的饭量 让他少吃肉类油炸食品 也许小胖就长不了那么胖了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随着小胖一天天的长大 他的体重更是一路飙升 2003年不满三岁的小胖 原来只有20来斤 海南回来之后 增值将近40斤 4岁半的小胖体重已达70斤 5岁80多斤 6岁的时候不到一米高的小胖 已经100斤了 看看小胖说话也有些不利索 最重要的是由于他胖 幼儿园的老师还拒绝接收他 小胖的家人一看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才痛下决心帮助小胖减肥 看看小胖的爸爸给他炒的菜 为了帮助儿子减肥 爸爸也只好跟着小胖吃精菜了 可是减了半个多月 儿子没能恢复正常体重 爸爸倒是瘦了四五斤 水煮的青菜都能吃得津津有味儿 真是无奈啊 饮食控制失败 小胖的体重还是继续突飞猛进的增长 七岁的小胖体重116斤 八岁时一米多高的小胖体重已达120斤 九岁的时候他的体重已达到了142斤 家人没有办法 最后想到了 瘦了45斤 瘦了45斤 体重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小胖终于可以上学了 可是这一上学啊 缺少了家人的监督 小胖又把握不住了 那个小胖是强势的 你家里就多个面包啊 包子啊 馒头啊 跟我准备吃啊 看这仅仅一年的时间 小胖的体重反弹了80斤 身高一米三的他达到了180斤 你看看他这一只小胳膊呀 抵上了他爸爸的两只胳膊 一条腿抵上了他爸爸的三条腿 小胖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因为行动不方便 他经常尿床尿裤子 还没有办法控制饮食 他甚至到垃圾桶里捡东西吃 不得已小胖退学了 那像小胖这样的肥胖儿童 容易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高血糖啊 高血脂啊 高尿酸啊 可能高尿酸 可能有一部分人就会发展成痛风 那么还有一个脂肪肝呢 那对男性和女性 可能都会影响到 以后青春期以后会影响到性命的 哎呀我这心里头 真是替小胖儿捏把汗啊 十岁的他体重 已经重达180斤了 这比一个成员人 还重好几十斤呢 当爸妈的也犯愁啊 农村家庭为儿子减肥已经花了好几万了 可是效果依旧不明显 这再胖下去还了得啊 就在这个时候好消息传来 武汉的一家减肥中心愿意给小胖儿进行五个月的免费治疗 于是小胖儿来到了武汉 开始了新的减肥生活 那小胖儿的减肥中心过得怎么样 究竟有没有瘦下去呢 咱们广告之后继续来看小胖儿减肥剂 好 走快一点速度啊 你瞧瞧我们小胖 多冷感 走得好快啊 好快点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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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子好快 它也有他的那个什么气质 威风 进入武汉的这家减肥中心之后 医生为小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围细一周的医学观察 肥胖已经影响了小胖身体的正常发育 最终医生确定小胖属于暴食症引起的单纯性肥胖 根据小胖的状况减肥中心决定 为小胖制定了详细的减肥计划 其中第一项就是加强运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医生也说肥胖人容易自卑 所以更需要关心和鼓励 否则就很容易自保自弃 原来小胖每次在偷跑之后啊 都是到街头买东西吃了 他呀 还是看到了好吃的就挪不动步子 可是就在这一天 小胖的美梦被打破了 小胖的美梦 減肥中心的医生 小胖私自藏了买回来的一小包薯条 打算藏在书包里带走吃 可惜走到门口的时候被拦住了 书包是什么要拿回鸡吧 我这就是饼链 里面有没有肯定鸡啊 没吃它们鸡 没吃 没吃你怎么嘴巴里面这里还有啊 没开干净 放在这上的 放在这上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走多少菜 九十六 九十五 把他捡一块 今天完了 这个话 可口的薯条终于以九十五圈跑步为代价 换来了 喜滋滋的小胖看到这久违的美食一下子就忘了 他正在减肥呢 有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东西要吃了 他已经别人也留下来 硬性地不让他吃的话 他一定不会开心的 而且他对这个食物的这个扣望 你不能一下子 只能就是慢慢细细渐进来调理他 偷吃会给减肥造成负担 小胖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抵挡住美食的诱惑呢 最后医生想出了一招 原来网络上报道的中国第一胖人 身高一米五五 体重却达到了四百五十斤 由于他过度肥胖 身体已经出现了病变 这个消息让小胖很害怕 他痛下决心要好好配合减肥 这天小胖发现减肥中心的一位姐姐正坐着吃薯条 他能抵制住美食的诱惑吗 你怎么吃啊 好累哦 好累哦 很棒的这么多 大包子 大包子 大包子包 大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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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个 今天最后一个 今天最后一个 嗯 吃不吃 真的不吃啊 小胖表现不错 人家对美食是丝毫不动心 要继续努力了 半个月后让我们来看看小胖的减肥战计 他现在一米三四了 嗯 八四了 八四斤啊 是的 现在是一百一十三 小胖然来的胸眉 嗯 然来的胸眉 是一百一十九 你现在是减到六公分了 小胖然来的胸眉 半个多月已经剪下了十多斤 这个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为了鼓励小胖 医生决定带着小胖去逛公园 别看小胖这么胖 出了门可是很受欢迎的 红哭哭的脸上那是一脸的得意呀 踢腱子打羽毛球人家是一个都不能少 正当他玩得尽兴的时候 却突然干与尴尬 你坐什么 坐飞机 你坐什么 你坐别的吧 昨晚我问他坐飞机 坐不下去啊 我也坐飞机 想坐飞机也坐不下去 太胖了 太重了 大家回家好好减肥 减瘦了再来好不好 好吧 无奈的小胖在游乐场徘徊了好久 都不愿意离开 哎 都是肥胖惹的祸呀 小胖了小胖 你要继续努力了 这几年我国农村肥胖儿童也是越来越多 并且五到十二岁是高发年龄段 少儿单纯性肥胖病发率为百分之五 其中家长不良的喂养习惯 对孩子的过度溺爱是导致小孩肥胖的重要原因 所以专家指出 预防肥胖要从小从早抓起 经过不出钱呢 我们跟小胖打了电话 现在他已经回老家上小学三年级了 个子长到一米四二 体重一百四十斤 确实是比以前瘦了很多 但是呢 与同龄孩子相比啊 还是要瘦上五十来斤 所以他现在每天还在跑步运动 坚持减肥 看到儿子减肥这么辛苦 小胖的妈妈也说 现在他非常后悔 当初就不应该灌着孩子一个劲的吃 原想啊 现在农村生活好了 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没想到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 我想咱们也得反思反思 这二孩子呀 也要讲科学 否则就容易适得其反 好了 今天故事就到这里了 今天有讲奢势的问题是 答对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餐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你还可以通过CNTV7加农业网站 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信息 生活六七和你在一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春含料鞘 早茶去露尖尖角 体验菜茶女的乐趣向民间高手徐艺 我是美食达人常亮 能点燃的面条 用筷子卷着吃的白肉 同秋一刻起 带你寻找不一样的美食 乡村中国行 宜云早茶香 敬请收看 小小小小小小小 现在就出发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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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